首先非常感谢很多战友们给我发来的信息 由于是我母亲明诞三周年 真是太快了 从昨天到今天很多很多信息发过来 感触太多了 我们很多战友还在前面救人呢 冒着生死危险救人 这可能也是给我老娘一个很好的回报 她的儿子在此时此刻 正在救这些数位毛面从不相识的中国同胞 以及乌克兰人 而且我们有很多很多战友 都在从昨天到今天 处在一个极度的悲痛之中 就我的母亲已经成了一个象征 就是中国我们所有人的母亲 她的经历 她们的善良 和她们的痛苦 和她们一生在恐惧中的生活的这么一个缩影 这个我小的时候的朋友 我老家的给我发信息 告诉我说 当年我母亲 把我们家里门 最好看的一块布料 给了她 因为她的衣服太惨了 我的发小刚才给我发信息说 小的时候 我娘打开箱子 从箱子里 那个小木盒里 经常拿出一毛两毛钱 给我和她一起买吃的 中国女人的善良 就是中国民族的基础 现在连中国女人 都被共产党洗脑成 到全世界的不顺待见的所谓广场大马 到处是买便宜货 大声喧哗的 不顺待见的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